北上就一深圳诺乳病毒感染性腹泻高发,传染性前应如何预发。 自于10月以来,深圳报告的诺乳病毒等其他感染性腹泻, 至极性疫情,早前同期有时间就升纲。 深圳市疾控中心提醒学校和托儿所做好预防工作。 据深圳新闻网报道,诺乳病毒感染性腹泻俗称冬季呕吐病, 儿童以呕吐为主,成人则腹泻居多。 诺乳病毒的传染性腹、感染肌烂地、传播脱症多样, 包括吸入患者呕吐或分辨中释出的脂溶罩, 间接接触被排泄物污染的环境。 食用或饮用被诺乳病毒污染的食物或水, 生食被诺乳病毒污染的牡蛎等贝类害产品和蔬果类。 诺乳病毒的传染性强,感染剂量低, 只需18到2800个病毒粒子就可以感染, 而一个人感染后,一次能排出数十亿个病毒。 感染后的潜伏期短,通常为24至48小时, 最短12小时,最长72小时就会发病。 值得提醒的是,感染者痊愈后并不具备持久的免疫保护, 但其内如果不注意有可能再次感染。 每年10月到1年3月是中国诺乳病毒感染的高发季节。 那么,应该如何预防? 深圳市疾控中心表示, 最有效的办法是用流动的水和洗手液洗手。 另外还需注意饮食饮水为生, 食物都要煮熟,煮透后再吃。 身边如有染污吐,不要靠近。 前世脱油机构和中小学校应做好预防措施, 防止其发生和传播阳闻网址。 本乡周一, 深圳诺如病毒感染性腹血高发, 传染性潜应如何预防香港01HTPSWWWHK01。 多谢大家开观看, 如果你终于那个影片, 记得逼个like同订阅我密开频道啦。 下次再见。